这场炸弹气旋给南加州带来的暴雨在周四上午达到高峰 国家迹象局的报告显示降雨量为每小时1.25英寸 虽然周四中午一度出现情势多云的天气 但从周三晚间到周四上午 加州各地已经传出不同程度的灾情 南加州范围内文图拉县山区和沿海的总雨量高峰为5-6英寸 周四上午9点半 南加州一名男子被困在33号公路附近的温图拉河中央 险些被河水冲走 经过当地警销救援成功脱困 暴雨对北加州的破坏力极大 周三 北加州达利市的一个加油站在暴风雨中倒塌 旧金山一名两岁儿童被树木压倒后不幸丧生 沙加缅都县则有一名司机被发现死于车内 另一乘客在抢救无效后身亡 从周四起 加州交通局在全加州范围内部署人员 开始清理道路上的巨石和泥石流碎片 气象预报显示 加州多地将在周五迎来久违的晴天 但下周还会出现降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